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集讲到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 第三国际所卵役的中国共产党 要和国民党的左派搞了武汉政权 要和蔣介石所领导的南昌国民党分庭抗例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 共产党不断煽动农民和工人的暴乱事件 即是国民革命军在打仗 后拉就失火了 除了这样之外 除了煽动农民和工人的暴乱事件之外 又分化革命的阵营 我们上一次有提到 史太林在1926年11月30日 对第三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 中国委员会宣布 在中国不是手无串铁的民众去抵抗他们自己的军队 而是要用武装的革命力量 去和武装的反革命力量对抗战斗 这个就是一个最高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个指示 就是说 他就要去做当时那些国民革命军 或者共产党可以滲透到进去的这些军队 的一些政治工作 巩固国民党左派 巩固这个武汉政权 在国军中的力量 或者甚至是 擴充国民党左派的国军中的力量 同时呢 就给共产党可以有助大的这个机会 那共产党根据莫斯科这些指示呢 他就一定要对这个国民革命军 实行渗透和分化 是吧 离间那些最新刚刚归附的力量 譬如有很多原本他不是国民革命军 是依附在其他地方的地方军阀 后来就投成 来投靠这个国民党所领导的这个国民革命军 很多都是这些人来的 那这些将领呢 他本身没有一个崇高踏实的意识形态 他又不是当孙冲山是偶像 他又不会复应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 类似这类的人 但是他又有战功的 那这些人你就可以拉拢他了 对不对 那于是就要物色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要有野心 又可以被共产党利用的 有这些条件的 那便找到一个人就是唐生智 是吧 于是 就是他选了唐生智这个人 是吧 就是希望可以对这个 这个蔣介石的军事力量呢 就是有一个不是制衡的作用 是要自己谋伴 是吧 就是所谓 要跟你唱对台戏 是吧 那你看看我军事力量到哪里 所以他不断要圈掩 这个唐生智的战功 是吧 那唐生智呢 就是这个 这个原本就是属于这个 就是赵衡梯的商系 就是湖南的军阀 属于这个赵衡梯的 那你在这个 他又不是国民党人 那他在1921年呢 就是当这个赵衡梯 做这个湖南省长的时候呢 那便提拔他做湖南省的 第四司司长 是这样来的 那 在1926年呢 唐生智就发动兵变 在3月呢 就将这个赵衡梯呢 就驱逐出长沙 那好了 就是他有力量了 是不是 他都搞定这个商系的军阀了 是不是 那他不是国民党人 是因为 驱逐这个赵衡梯之后 但是又被另外一个军阀 吴佩夫所拜 于是就唯有去投靠 这个 就是国民革命军 去广州国民政府那里求援 是吧 那他求援之后呢 因为他曾经在湖南 是吧 亦都有这样的实力 是吧 虽然被吴佩夫所拜 是吧 那他又走来向你 被广州的国民政府求援 于是呢 就 国民政府就任用他做第八军的军长 是吧 就是这样来的 是吧 但是呢 这个人呢 就很迷信佛教的 对三民处义就毫无信仰 目的就是自在权威 我们以前都说过 就是军阀有几系大的 就是奉系直系 那 还有些地方的军阀 就是 比如在 港西就贵系 湖南就商系 那样分那些地方军阀 那这个国民革命军 一直这样向北进的时候 喂 所向披靡 是吧 那 你 唐生智 那过去也有些战功 那你当然是要来投靠这个国民革命军 是吧 那因为 你又被吴佩夫所拜了 那你都没什么出路了 那但是这种人呢 他对那个所谓革命宗旨 是为什么完全都不知道的 老实说 什么叫三民主义 他也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种人 正好被共产党可以利用 是吧 当时的俄籍顾问 柏夫罗夫呢 在这个民国15年 即1926年的8月9日呢 就是在湖南的长沙 就发出了一则 关于第八军一般情势的报告 那里面是这样说的 他说 第八军中实在 没有国民党的工作 唐生智相信佛 是可以指示他战争的目的 因此这个孙文主义呢 只不过是唐生智 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 咦 即是这样去评论这个人 当时那位俄籍顾问 是吧 那这个共产党 和唐生智在勾结呢 其实 你看回历史呢 其实就早在这个 1926年的春天的时候 当要驱逐这个 召行梯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的 是吧 那这个就是 根据 这个共产党分子 夏熙的一份 湖南政治党务报告 即是共产党 其实 虽然他找了人 加入国民党 但是他在他共产党 本身各个地方里面 一样有党部 一样有活动 在这个湖南政治党务报告 即是夏熙的共产党分子 即是湖南共党的领导分子 夏熙的湖南党务政治报告 都没有提到 说这个召行梯的部下 就有很多内讧 而这个唐生智 当时驻兵在湖南 他就抱着 即是说 革命反召的决心 是吧 所以 省党部就派人 跟这个唐生智接合 同时呢 在湖南 即是长沙 就号召民众去反对这个召行梯 是吧 夏熙他是湖南共党领导分子 他跟唐生智 那接触就是共产党和这个军阀的初步接触 那唐生智最大的野心呢 其实就是要夺取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 那这个职位呢 就是蔣介石 蔣忠正的 那为了达到这个野心呢 他就一方面 无限制地扩张他的力量 一方面呢 就要想办法去打击这个蔣总司令 是吧 在这个民国十五年的八月武汉战争很紧急的时候呢 这个唐生智的意图呢 就已经显示了出来的 根据我刚才说的这个柏夫罗夫 俄籍顾问的报告呢 他有提到一段呢 就说 唐生智已经抗篇了28个团 如果国民政府不任命他做最高的职位呢 他就会和国民政府断绝关系 那他已经说到分裂的想法 那这件事呢 是在武昌 将在武昌 或者是占领后的汗口发生 那现在呢 都很难估计得到 那虽然唐生智的军力不断增加 但是他在战场上呢 他就要保存实力 所以打仗呢 他就真的不是那么拼命 那譬如在这个 为时近两个月的武昌围城 那一场战争之中呢 唐生智始终都不肯出力的 那他要求调开这个第四军 那他也都指责这个第二师作战不力 甚至讽刺这个长总司令呢 离开武汉前线 那其实说到尾呢 他就不愿意武汉 是成为蒋介石军 这个武汉是被蒋介石的军队占领 是吧 就等于占领了他的地盘 就是这样的 是吧 那 那 唐生智当然最关切的问题呢 就是 如何去驱逐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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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昌的这些所谓的广东军队 广东军队就是 这个 第四军 是吧 因为第四军已经陈兵武昌城 唐生智呢 仍然认为这个广东军队就是蒋介石的军队 是吧 所以他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去驱逐这些广东军队 特别是第十二师 他用了很多种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 是吧 在这个十月二日 唐生智就将张法辉的第十二师就调回去咸令 目的呢 就是要由他自己去占领武昌 那 那掌总司令呢 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呢 就认为这个唐生智的调遣不当 马上就下令这个张法辉的十二师就回到武昌 而这个陈可玉 陈敏书 是吧 两位将领呢 他就不等这个征诚唐生智的同意 就率领这个第十二师就回到武昌 所以十月十日武昌城破了之后 其实这个也是很巧的 当年这个新军呢 就是就是 就是 克服这个武昌身外革命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北伐军 就是克服武昌呢 就是民国十五年的十月十日 这个武昌城在十月十日攻破了之后呢 第四军就可以全军入城 唐生智呢 对于这个调动非常之羞愤 于是在接收武昌之后呢 就再将这个十二师调开 另外呢 就将他自己可以控制到的两个团呢 就放了下去 是吧 但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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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十二师的陈明书呢 就是这个十二师的陈明书呢 就终于 就 就被唐生智就迫他辞职出走 好了 当这个所谓 国民革命军佔领了武昌之后 整个战争的重点呢 就移向这个江西 所以 蔣宗正呢 就打算在十一月初 就对这个宣传方发动总 就是这个总攻击 于是在十一 在十月十五日呢 就令这个武汉第四军 就向东 啊 增援这个江西 并且 命令这个唐生智 刘坐龙 调一部分的军队 去掃挡 长江北岸 北岸的 就是那个敌人 是吧 但是这个唐生智呢 就 初初就不授命 跟着就向俄国顾问呢 表示 愿意代替 蔣介石呢 就做这个指挥的总责 但是 直到这个战程出现 宣传方 宣传方 开始 就是出现这个 就是 所谓 败跡 显露 就是 开始 就是战敗 于是 唐生智就同意 就 进兵 就说 要直接 去击败这个宣传方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就暗中 和这个宣传方呢 就进行谈判 那所以 这种做法呢 就是 就令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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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呢 非常之不满的 是吧 那 宣传方 在江西 其实就已经被这个 蔣中正打败了 是吧 那唐生智 曾经 和这个宣传方的谈判呢 也都等于要 揭束 军事上呢 他就当然是取不到 这个 这个 最高领导地位 那于是呢 因为他曾经 这些傾存力 在军事实力的降章 想将这个第二八军 造成一个庞大的独立系统 而不受这个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蔣中正 和这个 国民政府的折制 而直接去接受 苏俄的供应 是吧 那早在这个 九月间呢 他就已经向苏俄的顾问 提出几项要求 是吧 包括呢 鲍罗廷 加伦可以做他的顾问 如果鲍罗廷不肯呢 那 做他的顾问的人 就不能低低过鲍罗廷和加伦 第二就是苏俄 应该直接供应他的军需品 就不需要通过这个国民政府 第三 苏俄应该被他财政援助 等等 休息一会